凤林镇长萧文龙 率领着乡公所建设课的同仁 以及代表联金福、高晋福、吴徐树美、周清豪 来到了林务局凤林工作站 计划将就有的空间打造成为地方创生计划 凤林创生办公进行会刊的工作 计划在今年进行环境整治以及绿美化 营造成为凤林镇整体绿化美学的新空间 创造新亮点带动地方观光产业 是凤林镇公所近几年积极推展的计划 而位在凤林镇市中心的林务局旧有房子荒废已久 镇长萧文龙与林务局经多方协调后 希望能够拨用作为地方创生基地 所以我上台的时候就很认真想要把它改善 那经过两三年 因为我们要跟国有菜产集把它拨用 今年就开始拨用好 我们已经向中央争取到经费 他给我们450万 我们自己还要自筹50万 总共500万 那一个厂要修理好来 这500万是不足 因为它只做美丽化 那里面的黄色 通通都是老旧楼 那我们会想说第二期 我们再来向中央争取钱来再建设 希望我们再用花东基金的钱来帮忙 目前还在研究说创生进来要做什么 让年轻人回乡有多一个选择 第三期我们还要再跟他想一下 跟所有我们后年创生的年轻人 我们来想一下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目前已经申请营建署城乡支新500万元 作为第一期整修移动房舍 以及环境绿煤化的经费 第二期将再申请华东基金1000万元 作为其他四栋房舍的整修经费 规划为凤林的创生基地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